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个对应的median的位置 还有一个就是扮演着QX角色的 我们现在这个query segment的X座标 它所对应的这个位置 这种查询跟刚才是类似的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三种情况分别是怎么处理的 这里的第一种情况所对应的就是如这个图所示的例子 我们看到它的特点是我们这里的query segment 从X座标的意义上讲 位于我们原来的那个median的左侧 这样的一个情况 在这样的情况下 当前这个节点的右孩子 以及它所有的右分支必然是可以被减支掉的 因为它们位于这个median的右侧 显然肯定会完全的位于这个segment的右侧 不可能会出现相交 减支 当然左侧的那些部分会继续地地归下去 就像这里一样继续地地归地做搜索 关键要回答的是当前这个问题 也就是在当前这个s middle中的所有的那些线段 有哪些线段是会与当前的这个query segment相交的呢 基于这样的一个位置关系 大家请不要忘了 我们这些线段之所以会被选中作为s middle中的一员 就是因为它们的左端点必然位于s middle的左边 右端点必然位于s middle的右边 所以它们的右端点必然是完全落在这个segment的右边的 换而言之 这些candidates如果要能够与这个segment相交的话 必然只有一个条件 也就是它们的所有的这些右端点 必然要落在这样一个区间内 因为屏幕大小的缘故 我没有把这个区间画得更长 实际上这个区间应该是在左侧 截止于刚才的这个query segment 而在左侧的话呢 它会一直的延伸下去直到无穷 好 验证一下 在原来这个s middle中的所有的那些线段 如果它们要能够与这个segment相交的话 是不是冲药条件就是它们的左端点会落在这样一个range中呢 我想答案是肯定的 你应该能够反映出这一条 好 既然如此的话 那么我们不妨就将s middle中的所有的那些interview的左端点 西数的取出来 并且针对于这样的一个range来做一次range query 没错 所有的左端点 换句话说是一系列的点 然后针对这样一个range来做query 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two dimensionalrange query 这件事儿虽然是我们心要计算的 但是方法实际上我们已经会了 难道不是吗